于美人豪宅曝光,离婚八年,报售四十斤,当年离婚内幕太惊人,台湾有很多出色的主持人。 而这其中不得不提到于美人,他虽然在事业上表现得很是出色,但是他的感情生活并没有那么的顺利,他的婚姻突然发生婚变,他的儿子还患上了一种罕见的疾病,为此于美人东奔西走,只为了治好儿子的病。 一开始,于美人认为这个世界对自己不公平,但是现如今的他已经释怀,他不再在这些事物上纠结,现在的他既不会再次结婚,也不会指望孩子为自己养老。 可以说,现在的于美人浑身上下都透露出一种通达,59岁的于美人还是单身状态,但他曾经离过婚,至今已经八年了。 他在一次综艺节目中,当着许多人的面首次谈起了自己的婚姻,他直言嫁入王威伦家后,就与公婆有矛盾,于是双方便鲜少交流,终于在2013年,养人离婚了。 离婚后的于美人很快就投入了工作,此前他参加活动时,被媒体朋友询问是不是瘦了。 他表示,最近瘦了很多,并表示,婚变后一共瘦了7公斤,还笑着回复称自己目前比最胖的时候瘦了40斤,于美人原名于云姐。 1965年3月3日出生于台湾台北市,籍贯山东青岛,现在是台湾的一名主持人,因为他主持风格十分亲切,并且常常妙语莲珠,收到了很多观众的喜爱,也被粉丝们称为名罪。 可说是台湾天主持人之一,但于美人其实并不是科班出身,他早年间是一位补习班老师,因为他的思维跳脱,受到很多学生喜爱,成为了补习班的名师。 当年以本名于云姐和英文补教名师徐薇曾在同一个补习班认课,一交就交了8年,当时的月收入就突破十几万,以20年前来说是非常高的收入。 后来被电视台听到口条不错,进军电视圈,才辞掉了老师的工作。 也是因为他这些独特的生活经历,才造就了他现在的主持风格。 于美人还曾连续三年,获得行政院新闻局广播电视事业处,十大广播DJ。 于美人自幼丧父,有母亲养大,还有山东省籍的荣民爷爷帮忙抚养,被当成外省人养大。 所以,他从小就要背诵山东省吉莫县南南共村于世家谱,针对红素猪事件。 他向红素猪喊话,我很感恩有机会被不同文化滋养,我是被荣民养大的。 荣民真的有照顾我,也造就了于美人从小爱学习的特质。 他从士林高商毕业后,开始办公办读,从辅仁大学转到文化大学。 再从文化大学转到东吴大学,于美人从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后,入台北市南洋街补习业,成为国文科补教名师。 业余时间在绿色和平电台主持第一个广播节目《空中补给站》。 也曾参加苦灵主持的TVBS节目《苦灵晚点名》,其后转站电视主持人工作。 1997年,于美人在卫视中文台主持第一个人物专访节目《C Club》明人三温暖。 先后与赵树海、陈凯伦搭档主持,其后纵横多家电视台,2008年因投资股票,遭雷曼兄弟迷你债券事件波及,于美人损失新台币上千万元,为摆脱房贷压力。 他以新台币5300万元,出售原本一家四口定居的台北县新北市新店区,青山镇,豪宅,恢复租屋生活,虽然经济方面遇到困难,但于美人做人还是很有底线。 在TVBS的电视节目《国民大会》上,制作人陈韶勋与导播意见不合,爆发口角。 陈韶勋请辞,于美人声援陈韶勋,扬言合约期满就离职,我挺制作人,但也不能对不起TVBS。 2015年,民主进步党委员会委员黄成国证实,他的确有征询于美人在台北市的参选立法委员的意愿,于美人也说可以考虑参选。 后来黄成国说,他跟于美人谈,隔天于美人跑去台南市夏营北极店玄天上帝庙抽签,但他抽到的签文说他今年没有官运,双方因此合作不成,政治生涯不成。 老东家也跟他合约到期,2016年于美人宣布告别主持了14年的节目《新闻哇哇哇》,和多年好友郑弘怡正式分道扬镳,据外界估算,一年的收入至少丢掉2080万元。 于美人提到,当时是在录影时被节目制作人告知撤换消息。 由于节目时段将调整到晚间8点,因此只能留下郑弘怡与于美人的合约到本月中结束。 稍作沉淀后,于美人在脸书上留下主持多年的感想,谈到现今影视节目制作不景气,绝对能体谅这样的决策,但还是不免难过,失落。 不过投资有成的他,在台北中山区,内湖和一栏,都拥有大笔土地,房地产总额约为3,6亿元,日前豪宅内部设施曝光。 让大家都惊呆,于美人在1995年以30岁的年纪,从补教名师转战电视圈主持callin节目,也因此在节目上与老公James王维伦有缘相识。 同年纪的两人认识后,彼此相互吸引,两人经过热恋三个月之后,王维伦火速提出订婚。 只是没多久,他就反悔独自返回美国,于美人不想轻易放弃这段感情,勇敢追到美国。 这一位爱而非的勇敢,替自己追回了一个老公,两人于1997年结婚。 婚后多年,于美人肚子没动静,为求子他甚至受尽苦难,用人工受孕方式为他生了一对龙凤胎,原本一家四口美满的生活,却没逃过生活的琐碎。 幸福的生活过了11年之后,不久就传出两人婚姻出现危机。 婚后因公共觉得于美人是单亲家庭,没教养,所以他长达十年没跟公婆往来,更别提一家人坐在一起吃年夜饭。 2013年3月29日晚,王维伦和于美人因母亲住在家里,爆发严重口角冲突,于美人的母亲惊吓之余,立刻同于美人的其哥哥及律师。 与王维伦进行谈判,同时通知辖区远景处理,随后于美人为其妈妈申请保护令,召开记者会,气诉王维伦家暴,及对其母不敬种种。 王维伦表示,于美人记者会内容及控诉其家暴均非事实,必要时将公布手中录音存证。 第二天下午,于美人宣称撤销申请保护令,更泪喊,都是我的错,都算我的错好了。 后来于美人的大姑在未通知于美人的情况下,将于美人的儿子在下课后接走。 由于王维伦手握儿女护照,于美人担心儿女被附加偷偷带至国外,紧急申请。 您是申请暂时处分状,于您是申请状,保障儿女出国要通知家长。 趁于美人出门录影时,王维伦于17日下午带着姐姐、表舅及表舅妈四人协同警察回家中取回私人物品, 与带着媒体赶回住所的于美人俩方发声激烈口角,于美人表示妈妈一直吓得尖叫。 王维伦的表舅妈则说,没有这回事,于美人抱着12岁儿女数度惊吓尖叫大哭。 其后,于美人表示要控告附加报非法入侵,相关人等全进警局做笔录。 因双方已签下一项书,条款中包含双方分居,基于王维伦为一项书条款。 于美人在肃夫家报非法入侵,即申请保护令,直到2013年12月,于美人与前夫王维伦签字离婚,正式结束婚姻。 女儿判给了于美人,而自责判给了前夫王维伦,过年于美人前悄悄搬进中山区市值约一。 两亿元的豪宅,而前夫王维伦则是带着孩子租屋,对于前妻搬进豪宅,诚恳献献上三字真言。 走过婚变阴霾的于美人,形象一度受影响,节目,代言皆变少。 曾经带着老妈妈和女儿一起在外租屋,但积极走出新人生的她,再度出发后展现不凡气势,除了变瘦变美的外形改变,目前更手握多个节目主持棒。 广告代言相继邀约,相较于于美人的一帆风顺,前夫王维伦维持一贯低调,带着儿子在外租屋,对于前妻搬进豪宅,王维伦真诚表示,祝福他。 于美人目前在中山区的至尊久养市值约二、五亿元,还有内湖百平豪宅及一兰近千万元的土地,可说是名副其实的小富婆。 不过他平时出入隐秘,鲜少有人知道亿万豪宅到底有多厉害,日前他终于在网络上直播,曝光惊人内部,所有人看完都对里面的百事惊呼不已。 于美人曾在社交媒体上PO出一段十分钟的直播,在离婚后首度曝光,和女儿、妈妈三人同住的闺房,内部百事让大家吓傻,不过最备受询问的,还是他的卧房。 瞬间涌入千人询问,因为卧室的文章太过抢眼,引起网友纷纷询问,他也开始介绍这顶文章,还说当初因为挂钩会破坏美感,遭到室内设计师反对,最后才终于想到,利用灯罩的方式,把挂钩隐藏在里面,才让大家皆大欢喜。 不过更让人讶异的是,日前曝光的客厅装潢,豪华设施和超有质感的绒毛设计,让网友觉得,他内心还有小公主的一面,于美人曾在节目中透露,小孩小时候生病的时候,因为他的一时疏忽,忘记关掉孩子身上的电毯,导致孩子直接高烧到40度,甚至连妈妈都不认识了,现在想起来这件事,都会吓出一身汗。 孩子那个时候读小学三年级,结果患了感冒,于美人接孩子放学回家之后,发现孩子冷到一直在发抖,实在是心疼得不得了,就给他打开了电热毯,想帮他保温。 于美人本来想让孩子先睡一下,再观察孩子的情况,结果没想到,孩子突然间开始高烧不退,睁开眼睛的时候,都认不出于美人是谁了,于美人赶紧给孩子量了体温,发现孩子的体温直接飙升到了40度, 这才发现自己没有关店热毯。虽然出了这样的小插曲,但是于美人对孩子的爱是非常真挚的,就连于美人的前夫王威伦都说,于美人是最称职的好妈妈,不管工作多忙,于美人都坚持一周只工作5天,剩下2天去陪孩子。 而且,于美人还坚持给孩子讲睡前故事,于美人做妈妈真的是十分称职了,于美人还说,当她老后,会要求女儿把她送到机构照护,主要是不想耽误女儿人生最精华的时间,近60岁的于美人依然活跃在荧幕上,事业发展得相当不错,现在还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回归校园。 学习新知识,相当了不起,祝愿她越来越好。